大家好,下面欢迎大家观看名人百科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小红书的一个创始人毛红超的一个故事 小红书呢,曾经一个小时狂赚两个亿,四年呢,成为行业第一 那么在巨头灵力的电商领域,小红书依靠社区加电商模式强势崛起 短短四年成为行业第一,毛红书是怎么做到的呢 第一个当小红书诞生的阶段,毛红超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 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拿到斯坦福大学MBA的offer,为日后创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20年,毛红超发现随着年轻人消费能力的提升 海外购物的需求日益的旺盛,海淘大有可为 2013年,小红书应运而生 初期,毛红超将小红书定位为做海外商品真实的口碑平台 让用户在社区里写购物笔记,分享海外的购物体验 购物笔记的形式是一张图片加三个标签 价格、来源、品牌 直观快速的了解消费者的疑惑 而且,用户可以通过心愿单 让亲朋好友帮自己购买喜爱的商品 此外,为了剔出广告党,毛红超推出了一个扣分系统 用户如果发广告会被扣分,最后被禁言 优质的社区内容加上粉丝的喜爱 让小红书用户数量迅速的飙升 随着用户越来越多 社区加电商模式自然水到渠成 2015年,毛红超推出了小红书的电商业务 来自希腊的艾蜜塔清洗液是他上线的第一个产品 因为这款清洗液在社区的话题度和好评度都非常的高 果然,这个清米液一分钟就卖出了2500瓶 毛红超信息倍增 之后他继续从社区挑损口碑爆棚的商品 每天上线10到20款 为了提供良好的用户体验 毛红超在物流方面下足了功夫 在采购上,他与范思哲,湘奈尔,奥加宝等国际的品牌 建立合作关系,保证正品 在物流上,他赤俱资建立了一套国际的物流系统 追本溯源,商品的产地,航班,仓库等信息都可以查得非常清楚 在仓库上,他在郑州、深圳设立战地面积广阔的保税仓 在上海设立备货仓,大大节省物流时间 将原本一个月的送货时间缩短到两三天 此外,毛红超还通过创意世界营销 提升小红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015年的6月份,毛红超和团队成员 经过头脑风暴,决定在周年庆做一个国外小鲜肉送快递的活动 他在上海派出了10个鲜肉的快递员,给一些用户送货 高颜值的外国小鲜肉迅速的引起热议 形成自发的传播,让消费者印象深刻 同年圣诞节前夕 毛红超推出全年大促红色星期五 线上一元抢摄取包 线下大巴车送礼 噱头十足吸引了大量的用户参与 2016年4月份,小红超小红书策划了胡哥和小红书的三天三夜活动 在广告中,普通用户胡哥跟着小红书寻找全世界的好东西 给用户强烈的代入感 达到了滚雪球式的传播效果 2016年春节,小红书上线的商品销量火爆 最高峰一个小时卖出两个亿 2017年5月份,小红书用户规模突破5000万 成为国内最大的海外购物平台 现在小红书的估值已经高达30亿美金 而对于毛文超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